HELLO,大家好,那這次花式足球講座呢,很想要透過自己的日常練習給大家一些建議 尤其是針對一些剛接觸花式足球不久的玩家,或是說已經練了一陣子,但是不太知道怎麼規劃練習的人 那一般的話我會把自己的練習分成四個部分,那等一下就透過影片一個講解 那第一,當然從熱身開始,尤其天氣冷的時候,關節會很僵硬,一開始直接踢球會覺得很沒有球感 所以可以先慢跑,然後讓全身的筋骨動一動,外套先不急著脫掉 有時太冷可以外面再穿一件長褲,熱身完後再脫,之後可以開始調球,熟悉球感 還有頭頂,讓頸部也動一動 再來就可以加入一些簡單的動作,讓關節和肌肉動一動 如果你是這些動作都不穩的,那就基本挑球或慢跑多一點,當熱身 這些動作可以放到主菜單的練習,這部分我等一下會說到 那再來頭部也可以加入一些動作,讓頸部活動一下,以防拉傷 一般天氣冷的時候,至少要熱身30分鐘左右才會比較進入狀況 那再來我會開始做一些連續的繞球 讓雙腿的肌肉收縮感覺達到平常運動的狀態 因為我本身練的很多都是快速的腿部動作,所以熱身上會比較講究一點 那熱身完後呢,就會進入主要菜單的練習 這是我覺得很無聊,但卻很重要的一環 你可以把你很想熟練的動作,不穩定的動作,放入每日菜單中 例如你繞球不穩定,那就規定自己每天要成功繞球幾十次 或是說有些動作你想練到可以連續做 例如你最高只能連續繞球五下 那就可以規定每天要完成十組連續三下的動作 次數盡量不要設定在最大值 如果太難達成,就會覺得很沒有信心 OK,那如果你有些動作是已經蠻熟練的 菜單練完後可以複習一下,不要讓練過的動作又升輸了 這個時間是我每日菜單練完後最喜歡的時段 你可以把自己之前練過的動作做組合,或是來一段集心表演 我蠻喜歡在這個時候做一些連招,還有一些比較難的動作 當然如果你想把某個連招練到很熟,你也可以把它放到前面的菜單練習中 那我個人是比較習慣把難度低一點,但需要高穩定度的動作當菜單 不過每個人喜好不同,見人見智人 那另外提醒大家一點,這個時間建議不要安排在菜單之前 因為一般來說菜單練習會是最花時間也最耗體力的 尤其對初學者來說,菜單練習的動作通常是你不太穩定的動作 如果把體力都耗盡了才練菜單 在肌力不足的狀態下,導致身體要透過其他的方式來處理 動作就很容易變形 久而久之身體會去記憶這種奇怪的發力方式 有一天你就會發現你的動作什麼都和別人不一樣 那最後你也可以嘗試一些新的動作 試著做一些你不太熟悉的動作 當然這個部分可以和上個步驟混在一起也沒關係 基本上就是菜單練完後的時間就對了 像我就是後腳跟之前都沒什麼練 還有一些動作雖然我右腳會了,但我左腳也想練看看 這些動作通常不會是我很急迫想練會的 所以就偶爾做一做 如果覺得成功率還蠻高的 就會考慮設計菜單把它練熟 最後提醒大家一點 日常練習的內容不宜太過勞累 因為這是每天都要練的 所以設計上要控制在你隔天的體力和肌力都能恢復 以確保菜單練習時是你狀況最好的時候 提升練習效率 好的,那這次就分享到這 這是我個人的練習,給大家參考看看 每個人也不一定適用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時間很少 沒有辦法練太久 但如果你真的想把它練好 我建議每天都要碰一下球 球幹的位置很重要 尤其是一開始接觸華視足球的人 OK,那有任何問題都歡迎詢問 拜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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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